再增加什么 就是班级的清单 123班 那如果说最后呢 我希望怎么样 可以把这个123班各自放在不同工作表 而不是放在不同范围的话 如果各位对这部分有兴趣的话 其实可以看后面的部分 当然你可能要学会几个重点 第一个如何批次的 帮我去新增我需要的那个工作表 以前我们手动是按下那个 按下这个工作表里面 这边有个加号 按下去 新增命名一班 按新增命名二班 可是问题 如果你将来你的班级数非常的多的话 我想你应该就不会想到这个方法 所以基本上 如果各位对这部分有兴趣的话 可以稍微看一下 大概就两行 一个是should.add 一个是should.add name名字给他 新增重新命名 那再来就删除 删除的话就delete 其实蛮简单的 然后再来怎么办 就是再把资料放到里面去 你可以用什么 用那个筛选的部分 我这边用到有一个叫做筛选的功能 筛选筛选工作表 然后把它分割过去 筛选的话关键的地方就是什么 Auto filter 根据哪一栏去做分割 这个筛选的部分的话 比较像这样 游标放在这里 资料里面的筛选 我只要一般的话 你就把一般打勾按确定 一般 然后再把一般的部分 扣到一般里面去 二般扣到二般 三般扣到二般 这个其实还蛮好用的 不是只有这边可以用 很多时候如果你要做什么 公司内部资料的分割 比如说根据客户分割 业务分割 产品分割 日期分割 马上就分割 那你如果要针对不同的 资料做不同的报表 首先一定要分割 你就可以用这种方式 快速的把资料分在不同的工作表里面 细节部分 那我就大概说一下 因为毕竟这个部分是比较属于进阶的 那我大概demo一下给各位看一下 就大概这样 刚刚讲的 第一个P是新增工作 先删除 按下这个 自动新增 但是新增里面没有放资料 OK删除 删除就这样了 马上删掉 OK新增删除 都是批次的 OK 那再来的话分割工作表 分割的方法有两种 一种是呢 你用判断的 比对 然后把资料找到放过去放过去放过去 OK 你会把一般就放一般 二般就放二般 三般就放三般 但这个方法不是用筛选 是用if的逻辑判断 如果是 cull过去 四cull过去 四cull过去 OK 然后这边有个删除 另外一个是用筛选的方法 方法cull过去 一样一般 但上面会多一个栏位名称 OK 其实大概体上是 这样子可以做分割 我是觉得这个延伸的部分还蛮好用 因为蛮多同学 每天都需要做资料的分割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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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